話說秦皇營正封李斯做長使,話就是叫長使而已,實際上是一個特務部門的頭子。 在奴外和呂不偉把持朝政大局的情況之下,要培養自己的嫡系部隊,難道就一點都不雅於背著自己老婆儲私幾錢。 與其苦口增食,不如另起奴造好過吧。 在奴外和呂不偉兩傢伙勢力不及的地方,開狠拓荒,還過癮,於是就有了李斯所掌控的這個新成立的特務部門。 這個特務部門就是刑證隱藏的一隻利爪,名為對外,但是一旦國外有事,就可以立刻調轉劍鋒,為刑證而戰,為刑證而死。 雖然只是封了個長使,李斯心裡頭就一點都不覺得有什麼不平衡,他是好看得開的,他知道,如果他早來,又或者遲來咸陽十年的話, 憑他的才華和能力,亦都可以和將而犯罪的一樣,一躍而成為上卿,甚至是承相。 但是他偏偏就在這個時候來到咸陽,在這個時候遇到刑證。 現在的刑證就夾在路外和呂不韋之間,手裡頭的權力是有限的,奉得到李斯做長使已經盡了他全力了。 正所謂,我有的不多,卻願意將最好的都給你,長使這個官職的含金量,就絕對不低過十幾年前的上卿和成相。 還有,這個世界上有一種道理是這樣的,高調的人有聲有名,低調的人就默默無吻。 那麼李斯做了長使,也都算是昂首闊步跨入了秦國朝廷高級官吏的行列,但是他就是眾多高官裏面最低調,最不為人知的一個。 他不追求曝光率,也都從來不公開發表政見,別說秦國那些老百姓,就連很多政府裏面的高級官員都根本不知道有李斯這樣的一個人物存在。 每次停議的時候,他都列席,但是從來都是聲音都不出,好像自己不在場那樣。 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李斯在秦谷政壇裡面並沒有引起任何的注意,個個都以為他只是一個吃閒飯的人。 那麼這個世界上有一種誘惑是最難阻擋。 誘惑只是可以這麼說,這種誘惑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是特別難抵抗的。 這個就是,榮歸故里,就是依錦還鄉了。 想當年,項羽都曾經說過,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誰知之者。 就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他一意孤行,將刀城撤在彭城,而不是撤在更利於統治天下的咸陽,為後來兵敗身亡,埋下了和根。 中官項羽的一生,始終帶有強烈的賣弄心理和表演色彩,他是更加適合做演員,而不適合做帝王的。 時至今日,很多在海外取得成功的華人華僑都紛紛回鄉,有些是投資,有些是捐款,在自己的故鄉留下了一棟棟以自己的名字來命名的建築物。 這種舉動,固然是出於回報家鄉人民的權權愛心,但是也不可以否認的是,他們依錦還鄉,光宗耀祖的心態是一大動因,尤其是考慮到他們當年離開那時候的境況。 著名的西方哲學家尼彩索做了一個反基督的人物,叫做查拉斯圖特拉,他閉關修煉了十年,出關之後,第一句話就是對著太陽講的。 他說,啊,你,偉大的星球啊,假若,你沒有了給你照耀的人們,你的幸福何在呢? 十年來,你每天向我的山洞走來,假若沒有了我,和我的鷹魚蛇,你會厭倦你自己的光明,和這條舊路的。 所以說,沒有了人類啊,太陽的存在呢,就沒有了意義的了。 不退而下之,有錢你不去亂洗,就等於沒有錢,沒有了觀眾,再好的戲都等於無料到。 這麼艱難才做了個大官,還要忍著不回鄉下,擺擺威風,顯顯闊氣,就等於女人買了一件新衣,就總是忍著不照頸。 那麼這些呢,都需要很大的自製力才行的。 當李斯離開家鄉那時候,所有的人都走去笑他,等著看他的笑話,等著他狼狽不堪地走回來,沒有人可以想得到他會有今天的成就。 那麼現在,他終於做了大官了,如果回到家鄉前夫後勇,在一班鄉親父老面前擺下大牌腸,等那些當初笑他的人合上那把死人口。 等那些當初比試過他的人,個個都殺熟狗頭地跟著他,豈不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但是李斯呢,他就並不在乎這些樂趣的,他要將低調進行到底。 在派人回上蔡鄉下接他老婆和兩個兒子的時候,他都只是叫那些使者說自己在咸陽做了一個小理,勉強解決了溫飽問題而已。 那話說,李斯的老婆和兩個兒子,經過兩千多里的長途拔洩,就終於來到咸陽了。 這輛馬車一直駛入一座華麗深蟲的大宅園裡面。 這裏呢,當然就是那些高官顯著的府邸,絕對不是普通老百姓所住得到。 李斯的老婆和兩個兒子都不知道什麼回事,以為走錯地方,心裡頭非常驚恐。 跟那個馬車夫說話吧,那個馬車夫踩你都愚蠢,自己開車,認都不認一句。 直到馬車停下,車門打開,妻子看到李斯的樣子了,這樣才長長地鬆了一口氣。 李斯笑得很得青,很跳皮,看著自己老婆就像個小孩一樣。 好像剛剛做了一件自己認為好可愛的事情,等著心愛的人來誇掌和讚嘆她。 嘿嘿,她老婆一點都不覺得驚喜。 現在經文未定,流了眼淚地問,這樹是哪樹來的? 李斯把老婆扶下馬車,帶著她們在府邸裡面繞了幾圈,她說, 這裏就是李長使府,你就是長使夫人了。 以後,這樹就是我們的家。 老婆是一個來自鄉下地方的本分女人。 她聽到李斯這麼說,很惶恐,她說, 我們西代平凡,怎麼住得起這些這麼奢華的地方呢? 你不是做了什麼業啊? 李斯哈哈大笑說,哈哈哈哈, 這些又算得是什麼呢? 維夫日後的富貴榮華,將白土於此。 這幾年真是委屈了你了,你就安心在這裡享福了。 她老婆很迷惑,但又很興奮, 搞得李斯真是很過癮。 十一年來所離受的苦難, 此時此刻就得到了加倍的回報。 作為一個男人,等愛我的人為我驕傲, 就是一生之中最高的獎賞。 到了晚頭,全家相聚一堂, 諾也融融又大賊九大鬼。 走入寬場,真是好一番感傷。 現在親人就在身邊,愛人就在身邊。 不生最珍貴的人,可以互相施首,不用再天各一方。 李斯的心裡頭現在覺得很平靜。 長久的分別,她對妻子的愛反而更加高漲。 在這種愛裡,又濕入了一些愧疚之情。 妻子的容顏都仍然很美麗, 但已經染不住歲月留下的印記。 唉,十一年啊! 這十一年裡,我在她身邊的日子都不超過十一日。 你說一個女人,能夠有幾多個十一年可以等待,可以孤直啊? 李斯再望下身邊兩個兒子。 不知不覺間,兩個兒子都已經長大了。 大兒子李游,快要高過她。 兒子李占也已經到了她肩膀。 她再也不能夠把兒子托上肩膀騎馬那樣, 就是野外狂奔追逐搞土。 這麼多年來,她沒有盡到做父親的責任。 她不能夠見證他們的成長, 也都未曾分享過他們的喜怒哀樂。 李斯心想, 可能,當他們看到別的小朋友有父親可以詐嬌,可以依靠。 他們心中一定很生我,很恨我。 但是他們終歸都會明白的。 我之所以苦苦地奮鬥,正是為了他們。 我將會給他們的,要遠比他們失去的要多。 唉,兒子呀兒子, 你們的一生人還有很長很長。 長到足夠可以將你們童年的這些痛苦全部忘記了。 你們羨慕的那些有老豆陪在身邊的小孩不過一年兩年。 而那些曾經被你們羨慕的小孩從現在開始, 就要反過來羨慕你們一世了。 李斯哭一聲喝完一杯酒, 細細聲很溫柔地問老婆說, 我不在那時候, 你們三兒子一定吃了很多苦頭。 妻子笑笑地說, 有你每年派人送回來的錢, 日子就真的過得挺好的。 街坊呀,都讚你呀, 說你又好東西又顧家。 李斯大驚了, 她說, 蛤? 我什麼時候送過錢回家? 她老婆一聽, 都很緊張, 握著拳頭問。 蛤? 那, 那如何是好呢? 我一直以為, 那些錢是你送回來的, 否則我不會收的。 不是, 不是你又會是誰呀? 糟了, 那樣無端端受人欣慰, 那怎可以呀? 李斯心裡頭, 好懷疑, 這個好心的神秘人, 到底是誰呢? 那各位, 這個好心的神秘人, 到底是誰呢? 我們在這裏就放下她不講字, 我們再講回秦皇形正, 她用人不移, 給了李斯足夠的信任和棄眾, 放權給她, 一點都不過問, 李斯上報的年度預算, 刑證看都不看, 全部批了, 一個崩都不少給她, 可以給李斯肆意支配的金玉財寶, 可以說是不計其數, 李斯呢, 全部供款供勇, 一點貪念都未起過, 她就不是真的有意做一個清官, 只不過呢, 俗語都有魂, 愛護衣服就要襯身, 珍惜名譽就要襯祖, 她就不想在她仕途剛剛起步的階段, 就落下一個罵名和把柄, 自從李斯做了掌使以來, 憑著著洪厚的財力和優厚的待遇, 延纜人才招募新丁, 工作就進展得十分之順利, 她所掌控的特務部門, 在短時間之內就迅速膨脹擴大, 下屬一直擴充到成千人, 李斯分別將他們秘密地派往六國, 有些就負責刺探情報, 有些就賄賂暗殺, 從此, 經常就會有某位六國政府要員忽然暴敗, 死因千奇百怪, 兇手逍遙法外, 久而久之成為懸案, 不了了之, 李斯和他的手下, 全部都謙虛來念到非常, 對自己的傑作保持著沉默, 就不同今天, 今天又怎樣? 國際上有些什麼血案, 或者爆炸事件發生, 就立刻會跳出幾個組織, 或者個人出來, 搶著宣稱對這件事件負責, 有所謂民鄉式女人, 食水之味道, 李斯初上權力的滋味, 即時覺得苗不可言, 越來越有癮頭, 有了權力, 他就可以輕易地凌駕在眾人之上, 他知道, 做官就是自己的終生職業了, 天下三百六十行, 除了做官, 他就什麼都不想再做, 也都不能夠再做了, 看看他手下聚集的那些人, 是何等人物? 有絕世的劍客, 有勇猛的俠士, 有聰衛的辯客, 有煽謀的術士, 這些人物, 單個這樣拿出來, 個個都算得上人中龍鳳, 但是, 全部就拜到在他腳下, 聽任他調遣吩咐, 他的任何命令, 都能夠即時得到執行, 沒有人夠膽違抗, 也都沒有人夠膽去頂撞, 他們的命運, 就掌控在李斯手上, 維繫在他一念之間, 他可以給他們熱烈烈的富貴, 亦都可以給他們冰冷的懲罰, 哈哈, 那真是何等那麼痛快? 再看看, 李斯能夠做些什麼事呢? 奉子殺人! 只要李斯願意, 他甚至可以隨便拿到千里之外, 一個素不相識的人的性命, 不單止不用負任何的責任, 還可以作為自己的功績, 得到營證的風賞, 其他人的生死, 就只在於自己的一反掌之間, 那個誘惑力真是大到非常。 正所謂五惡歸來, 就不看山, 黃山歸來, 就不看惡, 李斯嘗試過權力的滋味, 就再都沒有辦法放棄權力了。 就好像陳世美, 儲盡年輕美貌的公主, 美式富貴兼修, 享盡人間自覆, 他亦都沒有辦法回頭, 曾經滄海難餵水, 他寧願捱一刀, 也都斷然不肯和老婆, 秦香蓮再續前緣。 美國的前國務卿基辛格就說過, 他說權力就是最好的春藥, 對於李斯嘗來說, 權力卻是最壞的毒品, 吸過一口就已經上癮, 再都不用指望可以解脫, 隨著時間的推移, 引頭就會越來越大, 也都越來越難越滿足。 於是, 唯有不斷地吸, 更多地吸, 做更大的官, 掌握更多的權力。 由於特殊的工作性質, 李斯對自己老婆和兒子都保守著秘密。 在妻兒的眼中, 李斯整個人都有著很明顯的變化, 變成點, 他變得越來越不久言笑, 整個人陰沉抑鬱, 好可怕。 職業和環境對人的改變, 真是很大的。 你可以看看俄羅斯總理普京, 他是黑格勃出身, 我們就知道, 特工部門出來的人, 都有一種冷酷持重的氣質, 真正的特工, 不可能像007那樣風流輕狂的, 那些美女都撞斜地想湧上她的褲床, 那些對頭呢, 一個一個, 盲中中地走到007窗口, 哪裏得來那麼疏忽呢? 反正, 李斯把他的特務部門搞到有聲有聲, 還培養了一班忠心耿耿的追隨者。 那麼, 李斯的工作呢, 我們就放下他不講字, 在下一集, 我將會跟大家講下, 巡國的法家史。 跟著請收聽, 李斯傳奇的特別製作, 焦卓明, 見招過招。 古中有古, 古中有古, 古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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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條件允許, 大多數人都會選擇高調, 這是人之常情。 正如故事裡說的, 很不容易做到大官, 但就忍著不回鄉下威, 這樣做, 就等於是女人買了件新衣, 但就忍著不去照鏡, 這需要多大的自製力。 有些誘惑是很難抵擋的, 所以世間就有榮歸故里, 伊錦環鄉的事情, 還會有認為有錢不亂花, 等於無錢的人。 但是, 李斯就不搞伊錦環鄉, 榮歸故里這些低波的事情。 他很低調, 還一於將低調進行到底。 當然, 現時的李斯, 權力就成了他的毒品, 越吃越上癮。 他的低調, 不過是為了做更大的官, 為了攀登更高的爵位。 剔除李斯克以低調的用意, 是為求功利, 只是就他那些反常規的所謂, 能人所不能的自製力來說, 對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為人處事, 還是很有啟蒂的。 低調, 並且將低調進行到底, 其實就是能人所不能的自製, 就是反常規的作為。 去年, 我曾經在《零點衝動》節目裡面, 和聽眾分享過, 廣州一間職業中學的職業教育經驗。 在大學生就業越來越難的今日, 那間學校培養的既工營人才, 他是有著令人羨慕的職業前景, 就業率達到百分之九十八。 雖然不排除部分人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不是讀大學的料, 而不得已選擇職業學校。 不過我也發現, 其中有不少是反常規而為的人, 他們選擇了和大多數人相反的就業之路, 並最終在職業教育的指引下, 收獲這樣成才也精彩的果實。 我們不要學李斯惠求功利的刻意低調, 不過就可以學他能人所不能的自制, 和反常規的作為。